黑色轎車朝著店面撞過來 後方緊跟著另一台車 換個角度看 門口機車被撞飛 砸到一個阿伯 這時候灰色車下來三個惡煞 拿球棒奔斗對車窗擋風玻璃狂敲 黑車駕駛也不甘示弱 拿著開山刀衝下來 追到旁邊巷子嚇壞目擊民眾 黑男右手三隻手指被砍斷 待一站路中間鮮血流的 滿地都是馬上送一急救 他是有右手第三四五指的開放性骨折 並且有肌肉韌帶血管神經的受傷 警方趕到現場一片狼藉 黑色轎車車窗幾乎全碎 事發上五十一點多 台中市太平中山路四段 雨昕不入口一間便當店前 警方調查衝突一共有五個人 除了傷者三十歲張姓男子之外 其他人全部棄車逃逸 這年頭欠錢的反而比較囂張 原來重撞那方要跟人追討一萬多塊的債務 結果反而被對方用開山刀砍殺 簡直無法無天 難怪網友PO文戲稱 根本是台中日常 目前警方已經因殺人未遂 移送砍人的二十八歲料刑男子 同伙也得付出代價 記者韓志欣黃 我是李雲杰台中報導